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错过 请上YouTube来看看他 当然呢 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极地超马的好手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列入这个冒险家的名单上了 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彦博 欢迎彦博来到世界一把抓 嗨 世界一把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博 主持人姐 海伦姐你好 我是彦博 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博 我们刚刚才讲说我们今天要走这个欢乐风 搞笑风还是要走感性风 因为母亲节快到啦 我们不是要走一个温馨感性的路线吗 是的 母亲其实孕女者我们的生命教育蛮许多 妈妈 母亲节快乐 在所有听众的女性朋友以及各位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们 哈哈哈 彦博真的太可爱了 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还在讲说 我认识彦博真的非常非常久了 嗯 看着他长大 真的是 也看着他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啊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陈彦博到底是怎么样用他的双脚 还有他的心去认识这个很美丽 很不一样的世界哦 其实彦博在三月的时候才去了瑞典比赛 又是一个哇很了不起的一个挑战 500K就休息 其实是超过500K 嗯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我想有些这个听众观众 或许有从新闻上看到 但是还是透过彦博本人来跟大家讲一下 最新完成的这个比赛到底是什么 嗯 好的 这个比赛呢 它位于在瑞典 在北欧四小国的其中一个国家 那北欧四小国的话 其实就是挪威 瑞典 芬兰以及丹麦 你可以说人家小哦 挺大的 北欧四大国 北欧四大国 但是 以在这个世界地理环境取得名称啊 对 但其实对我们来说它是非常大的 那其实在瑞典这个比赛呢 英文名称叫做 Sweden Ultra Race 那瑞典的极地不休息 超级马拉松赛 总共是503公里 限时总共是10天 然后一起跑之后就不休息 然后一直到终点 看谁先到 那我们要拖着雪橇 那背着装备食物 碎电 碎袋 还有一些强制的求生用品 都要背在身上 那包含还有限制 你要背至少三公升的保温瓶 还要装着水 所以我拖着将近是22公斤左右的装备 包含还有火炉 还有燃料瓶 都要背在里面 然后气温呢 会是在零下的 这个零下的1度到零下的20度 加上风寒效应 有可能会是更低 当然啦 日照时间也是安眠的所在 也是很久的 所以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是1天 差不多7点钟是黑的 白天大概是17点钟是 17点钟是黑的 7点钟是白天 你为什么突然转换台语频道 突然想到我爸对不起 母亲姐不要忘了成爸 对对对 我刚听燕博讲这个 我想很多朋友也去过 北欧或者去过瑞典 但是像燕博去的这样子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讲这个过程 我相信是目前台湾只有你 参加过这样的比赛 就是在北极的这种集圈挑战赛 那目前我知道是我一位 那很多的台湾民众 随着这个网路资讯的发达 还有疫情的开放 还有国旅的开放 其实它慢慢很多台湾人 对于探索世界 然后跟去做各种的挑战与冒险 其实也越来越有兴趣了 对啊对啊 我想很多人也 会想要去挑战 可是很多人真正要踏出那一步 或真的采取行动是不容易的 其实这中间 燕博在经历过这么多 不一样的赛事 我相信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但是你说真的有没有一个 下一个要向燕博做这样子挑战的人 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北欧 刚刚提到的这个日照时间非常的短 然后而且燕博是要拖着雪橇 对不对 你刚刚讲到了这个带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所有你要用到 因为没有人会帮你做其他的补充补给 那刚刚提到这个雪橇上的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再帮我们细数一下什么是必备吗 好的保温瓶三公升是必备 然后你的火炉必备 你的睡袋必备 你的睡电必备 你的防水 你的紧急避难站必备 然后主办单位要求要到零下四十度 鹅龙要到一千两百 一千二的这个指数必备 然后还有你的所有的食物必备 对所以你要还有你的头灯两个备用必备 所以你要带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还有你的雪橙 听起来就是想要保命的东西 都要随身自己随身携带 保暖 我很好奇这个500K 然后刚刚讲到一开始比赛 就不休息不睡觉 几乎不睡觉的这个状态下 你到底吃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带那么多装备 最主要就是主办单位 也会有一系列的比赛前会有些课程 那最主要是在大自然间强调两件事 第一个你要独立自主 你能够一个人能够在荒野中 能够去存活下来 然后第二个是 你要能够去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 对所以一旦发生任何情况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排除 那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解决 那你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问题存在 问题当不断累积的时候 你可能就开始会有生命危险 对所以我们在比赛前 都必须要做好这些训练 那在比赛时候 吃的东西最简单就是 一天至少是要 我们一天可以摄取的卡洛里大概是3000 吃到3000卡洛里 但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消耗的会比我们吃进去还要多 所以我都会准备一些牛肉干 或者是巧克力 或者是坚果 然后到检查站的时候 就会吃一些台湾味泡面 哎呀一讲到台湾味 然后如果在那么冷的气温之下 哇吃到肚子里应该是非常的 精神良食啊可以这么说 眼泪就要流下来了 刚提到了这个在过程当中 其实是要独立自主的去完成这样的赛事 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知识性非常高的 你必须要具备这些技能吗 呃彦博刚刚我在之前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有提到特别提到说 其实在酿的雪地哦 要生活其实是相对困难的 嗯对 呃他那边其实相对就是空气湿度比较这个干 嗯对所以基本上生活可以很快 可是因为在如果刮起风雪 然后我们一冲到树林的时候 你手已经在发抖的情况下 又带着这么厚的手套 你要去折树枝 然后你还要去做很多的架构 那在生活的时候 因为火一升起来之后 你的雪会一直不断融化 所以你的 你的这个呃你的火一直往下烧 对 所以你还必须要先把雪先踏拼 然后制造一个风墙 嗯 用雪场制造一个风墙 然后再放上你的蓝芯 嗯 然后你的这个蓝料的树枝 从细到除跟空气的流动的速率都要排好 那才可能会瞬间在两分钟赶快把火升好 迅速在两分钟之内就要完成这些事情 对 完全没有时间拖延 没有办法 然后刚刚大家可以想象吗 比如说如果你戴着这个手套 然后你要在这么冷的情况下 你要在这么有效率 这么快速的要去完成这件事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但你哪有时间 或者是你哪有这个环境可以做练习呢 哦 呃 在台湾话其实没有 那我也不能到那种国家公寓里面 跟生活可能被逮捕了 对 对 不要随便做这种事啊 对 那个那所以我在比赛之前呢 呃 其实北欧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法律的条文 对 就是人人都有权利去靠近大自然 哦 嗯 所以国家他们的保育区里面 你随时看到都会有那种烤肉的地方 嗯 我说哇靠 这国家公园有那么多树林 但是他们呃 因为国民教育的其实非常清楚 然后他们也会去保 呃保护跟保育大自然 嗯 所以他们 要去山里面或者是要去湖泊 或是你去冰河上 嗯 你只要能够去照顾自己 是没有人会去管理的 对 所以相较起来我觉得我一到北欧去比赛的时候 我发现说 诶 怎么国家开放成这个样子 这么放心人民在树里面生活嘛 对 那后来我就学了很多的知识 提早去 然后开始去做很多的训练跟准备 对 其实这个观念就跟我们老实说 在台湾有一些很不一样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诶 那是不是很危险 所以通常政府会采用这种限制 或禁止的方式 对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但这个我觉得蛮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呃 陈彦博经历的这些不同的极地赛事 其实我相信在彦博 有这么多的经验里面 他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今天我们在世界一把抓也好好的请彦博来跟我们分享 抓起来 不过先 讲 对抓起来 世界一把抓抓 就抓在陈彦博的手上跟脚上了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完成了瑞典这个之后 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累哦瘦了好多嘛 当然现在应该陈妈妈有帮你 补起来 补起来一点了 对那接下来有什么已经确定的计划跟我们分享 哦 5月1号正式恢复训练 然后9月2号前晚在非洲的肯亚进行5天230公里的分战超马赛 哇又是一个到非洲去那当然就跟北欧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比赛又会有什么样的挑战跟考验 嗯 他比赛的地方其实是在中非洲 中西非 那因为比赛地点呢 这比赛叫做The Rangers 他为了要去提倡就是因为现在的犀牛在世界上已经越来越少 也就是白犀牛 那我们跑的地方呢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保育区 保育区里面 对那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到 要去盗猎这个犀牛角的很多的猎人 然后他们就是甚至是有一个那种部队啊 他们都会去那边盗猎 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甚至会有军队在旁边保护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的犀牛跟长颈鹿 还有斑马、Zebra之类的 嗯 对所以要穿越树林 要跑经过很多的一些石头的路段 然后还有很多的沙漠的路段 一直不断在国家公园里面就是交错 感觉上燕博已经开始做一些功课了 好像这个比赛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你会有担心什么事吗 即使在身经百战之后 其实到现在因为运动近年龄到现在 其实我从16岁就开始运动当选手 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 其实对我来说 每一场已经很放轻松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那你也不会有特别的紧张 你也不会有特别的担忧 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做好准备 所以对我来说每一场比赛 就是用大人般的心态去思考 用孩童般的心态去感受跟享受 嗯 燕博刚刚提到了 他自己是蛮放轻松的 然后做很多准备 可是我相信成罢成罢 虽然我相信在这么多年里面 他们的心脏也被练得比较强了 可是我们来谈一下爸爸妈妈 对你的这个支持或者反对好不好 一开始当然也我相信也很多人知道 燕博也是经过一些革命嘛 毕竟每一次 哇大家回来听到是这么这么 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或者是也有可能很多 我们从来没遇到过的状况这样子说 那爸爸妈妈到现在 这个转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谈谈你的成罢成罢好不好 哇我应该说我在30岁以前 我妈跟我爸真的把我 一直当小孩在看 然后因为我还住在家里嘛 那到现在呢 37岁了 我爸跟我妈 还是把我当小孩子在看 蛮正常的 还是说因为我的行为 根据其实还是带小孩太幼稚了 对那确实 爸爸 我觉得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小孩 就是担忧他们的未来跟工作嘛 那安定跟稳定就好 结婚生小孩买房子买 然后买车子 然后就小孩人生完美了 但是因为爸爸妈妈是传统 就是在 我们是云林人 所以观念都会比较稍微传统一点点 然后也会比较谨慎 所以小时候我爸 就拿水管抽啊 然后拿那个衣夹夹着半蹲啊 然后水管会打到断掉啊 当然这个 到底做什么事 要让陈爸这样对付的 但是以前的事情 现在是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啊 但我觉得我爸 如果以前没有这么严格 对待我的话 可能现在是路边 可能就是不良少年啦 之类的 那妈妈的话就是比较严格 所以我觉得 呃 以前都不太了解 就很满壮要去闯自己的目标 可到现在长大了 然后也37了 我昨天就是开车回家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嗯 如果有一天我爸爸 跟妈妈不在了 我人生是不是很空洞 而且失去了某种意义 突然间就是 有种感触起来 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moment 突然觉得 欸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或者是 欸突然感受到他们 也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那种心情 对 所以我才慢慢聊到 欸原来30岁之后 跟妈妈 跟爸爸相处的时间都在减少 所以现在跟爸爸 跟妈妈相处的发展像 好朋友一样 欸爸 那个什么时候 然后就去玩他一下 我爸跟我现在相处方式 就很像是 已经慢慢变成是朋友 的感觉的相处 然后有时候 我在家里想要撒嬌一下 就是突然间你会想要 跟爸妈撒嬌 有时候 爸 我只有一个妈妈而已 妈妈我爱你 然后妈妈就说 做啥 要吃汤米 就是有时候会突然间想要 就是一两句话 跟妈妈撒嬌一下 或者是要去训练 或要出国的时候 就这样抱一下妈妈 妈妈想你哦 这样子 不过我相信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成爸成妈的心情 应该也非常复杂 我们下次应该要 请成爸成妈 也来到节目当中 很好笑 但我特别想要了解的是哦 其实我相信爸爸妈妈内心里面 一定一直都有一个 甚至或许他们也问过你 就是陈彦博你到底要 这样子到什么时候 嗯 有吧 他们有问过你吧 会啊 就是你要跑到什么时候 但对我来说 他已经是一个置业 也是一个理想 但同时他很 我觉得很幸运的他也变成是我的工作之一 嗯 那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不用担心我自己 因为我都会有规划 嗯 那只要饿不死 然后没有造成社会各种问题 但是我可以持续去做热爱事 我觉得这样其实就够了 嗯 那我常跟爸爸妈妈妈沟通这一点 那 其实现在的话 呃 也开一扇窗啦 然后让爸爸妈妈知道说 我现在在做什么 那他们可以协助什么 只要他们 只要有一点点参与感 嗯 一点点就好了 嗯 他们就觉得说 我好像帮小孩一起做了一点事情 所以要 让爸妈有一点点参与感 这样 不过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哦 大部分的人都是想的是说 这个孩子啊 你什么时候就 这个事情就 欸够了吧够了吧 但陈彦博在这个 瑞典回来之后 竟然想的是 我要把爸爸妈妈一起拉去 哦 这个真的是满感动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这个很棒 竟然是这样的吗 呃因为 所以他们现在很挫吧 我爸听到之后很挫啊 嘴巴就是在颤抖 在记者会上 麦克风都拿不文了 哈哈 因为我其实很感动的是 我在那边有一个画面看到 呃 有一个这个 德国的一个妇女 他们一起来参加生存训练 嗯 然后说 欸你带你爸爸来吗 哦对啊 他说因为我觉得 那个I want to find some cool thing in the world not just the job 不只是工作 我就想要找世界上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带我爸一起来 那后来我才知道 他爸爸 呃是得了 在这个五年前得了大肠癌 然后有手术治疗 是第四期 然后他就说 呃因为他很早之前就已经 搬出去家里了 所以 他只要跟家里见面的时间 嗯 他就会很把握 然后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说对啊 他都带爸爸一起来冒险了 我突然间眼睛发亮 我说谢谢你启发我 对 对 那个德国女生还是单身 然后他爸就说 哈哈哈哈 好像故心了 开玩笑 我突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很感动说 对啊 爸爸妈妈都只有在台湾看我比赛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带我爸爸 参加一个体验组的十公里 哇 我觉得这应该是 这一辈子我跟父母亲 一个 一个 一个很棒的 很棒的回忆 就是至少我努力过 也希望可以留住 跟爸妈在一起的很多的回忆跟故事 所以现在是不是看到 陈爸已经晚上去偷练 嗯 我爸很认真 他现在每个礼拜一都会参加 我们的这个跑步训练班 哇 而且有瘦下来 我下次一定要邀请陈爸到节目中来喔 不是下次一起来训练吗 哈哈哈哈 边跑边访问一下 司机把抓来到我们这个操场训练 直接到现场去募集 直集一下喔 哇 刚刚其实从彦博的分享里面 大家可以想像吗 多年前喔 他当他刚开始接触这个 我们讲这个极地挑战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是看到一个很青涩的年轻人 然后认真说 当时可能也处在一个 听到什么事情都觉得很新奇 但什么也都会让他觉得很慌张的那种 哈哈哈哈 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幽默乐观的一个心态 在面对这些挑战喔 这也是我觉得彦博会非常非常让人觉得 我自己觉得是蛮佩服他的地方喔 陈彦博在这么多年来去了这么多的 一开始这个七大洲八大战 对不对 然后到后面又接着 哇其实挑战了不同的比赛 这么多的这个挑战里面喔 你觉得 你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喔 你觉得如果硬要硬要 讲一个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你会选哪里 哇其实是太多了 这真的很难 我知道 这真的很难了 我觉得 呃 时间一直在踢踏踢踏走 然后我们很容易会留念过去 曾经我们所做的事情跟在哪里 对我来说每一场都是最特别的 我觉得最让我留念的是在于 未来 未来 对是未来 未来的 未来你会去哪里 未来的你会在哪里 未来的你会在做什么 嗯 因为我几乎不会一直太常提起 我以前去跑哪里 然后哪一站多多刺激 然后把它再讲成更厉害的一个故事 其实不太会提 因为我一场比赛结束了 我就会知道说 喔 我结束了 但是未来的我 我会在哪里 我反而会很期待下一个自己会在哪里 嗯 所以我觉得世界其实太大了 然后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别的属性 比如说南极的孤极 沙漠的 沙漠的热浪 或者是在 这个阿尔卑斯山脉 你眼睛一往无遗的 的这个 山丘 就是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你曾经都存在在那边 所以 硬要推荐一个地方的话 就是在世界一把抓的现场这里 跟着海伦姐 对她 我知道观众现在可能想要这样打我 对不对 你得说什么 好啦我随便 硬要推一个吗 还是是 我知道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 因为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独特之处 纳米比亚 为什么呢 因为 纳米比亚曾经在二战的时候被德国殖民过 所以基本上 它算是西非那边 然后也有 不错的科技跟建设 那我去那边很崇尚大自然 所以它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堵 沙丘 对 然后你可以kayak去看到全世界最小的刀粉 嗯 然后你kayak出去大概二十分钟 你可以看到一千多只C-cell的海狮 对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银河 你甚至可以开着车到国家公园的Safari 然后看着所有的动物 那是我很喜欢大自然的生活 而且 所以治安也算是安全相较之下 嗯 其实我相信从刚刚听到现在 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已经大概不难去想象了 到底为什么陈彦博一直继续在做这些 我们讲的挑战也好 或者用他的双脚用他的心去探索世界这件事情 因为唯有你真正到了那个时空 甚至是不同年龄的不同心境的情况下 我相信他跟这个大自然的互动 或这个感受完全完全是不一样的 广告之后回到世界一把抓 我们要继续请陈彦博来跟我们分享的是 他要去世界各地挑战 他的英文是怎么学的呢 除了语文他还学会了什么呢 广告之后回到世界一把抓 你怎么就开始了 每个人们都开始了 吃 早点吃了什么 坏小汤 好笑 酒吧新闻台世界一把抓节目 我是海伦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 极地超马好手陈彦博 其实彦博来到现场 我通常应该要很嗨 但是就是因为他已经够嗨了 我一定要力保这个气质跟镇定 今天我们请彦博来谈一谈 他这么多年来的这个 用双脚去探索 去认识全世界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语文其实是重要的吧 毕竟很多时候你是少一个人去面对 那过去在早期可能也没有那么先进的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翻译 或者这些软体的时候 彦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自己的英语学习 你是怎么样来做的 我觉得因为我以前从国小到大学 英文都是不及格 那我很想要去看看国外一些东西 那当然除了在电视翻译的字幕之外 其实我根本都看不太懂他 听不太懂他讲什么 我那个时候在我大学的时候 就清楚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语文语文语言 才能够让你去靠近世界 也能够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学会语文 你就没有办法去探索更多新的东西 隔一层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翻译字典机 可能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诶你不要这样那我也要当作不知道 那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就是只有一个英文字典机 然后我就是只会 什么快译通之类的 对快译通之类的 我只会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诶怎么大力会这三句诶 对然后我就出国了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翻译机开始一个是一个是输入 对所以就这个样子 我开始慢慢的练习英文 那也很后悔当初以前在求学阶段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 所以这个各位学生有在听的话 永远不嫌晚 对 党快开始 对那我就用着Google翻译 然后我就把每一个资料去练义下来 然后一个一个翻译 就每一次每一年每一场都这么做 然后我突然间开始可以去这个对答了 对然后在之前30岁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 就是在马来西亚做了一个四千个人 半个小时的one standing的英文的演讲 然后在上个礼拜一呢 是一个小时的英文演讲 哇 所以其实从刚刚讲到只会简单的几句 那几句对话对不对 现在还是几句 现在比那个five thank you 应该好多了对不对 但是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做演讲 他们应该是分享自己的这些去超马比赛 或者是冒险的历程 所以就真的是我们讲没有特别的捷径 对不对 你就是要把这些比赛的资料啊 或者是你必须要去做的这些准备 就是把它这样翻译下来 自己查单字 然后自己练习 那当然一到了这个比赛现场 这么多绝大多数 其实亚洲人也很少 我们讲台湾人更少 讲华语的应该很少 所以亚博就是这样子去跟他们很大胆的跟他们去对话练习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在主办单位他有一条的规定写得很清楚 就是必须要有良好的英文沟通能力 你才能够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如果你发生紧急情况 他就要问你身体怎么样 然后你也答不出来 需要能够表达 对他们的医疗可能会误判 或让你吃错药 那他们也会有熟食 所以他们就有明确讲了这一点 那我现在一开始刚出国的时候 他说连搭飞机都听不到这种空姐在讲什么 他就说 sir we are thinking please take your seatbelt 然后就看他说 thinking yes we are thinking using your seatbelt 我说thinking what you thinking about 然后他就受不了 他就直接控我的安全带 他就不理我了 然后就oh thinking 是在下沉的意思 对对就是往下降了 对对 所以以前发生过很多 气豪 对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可能去餐厅点餐 menu都看不懂 sir are you ready to order 然后我说oh yes 他说you want some main course 我说oh yes ok 然后就只会打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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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出来 pah 然后他说 哇天哪我点了什么 然后你就附了大概 两人份到三人份的餐点 欸你是故意的吧 不是故意 他那个飞 我是画得很可怕 但我觉得真的是鼓起勇气 也吃了一些亏 对 鼓起勇气 然后你多说 不要怕丢脸 也不要怕说错 我觉得人生只要勇于敢尝试 然后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难免就是发生一些事物 跟有趣的故事 都是正常的 对啊 也是事后想想都是蛮有趣 蛮美好的回忆 但不只是语文 其实刚刚讲到了 包括你在不同的赛事 因应不同的情况 大会的要求 其实在这么多年来 你应该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可以帮我们数一数 学到了哪些吗 有学到 这个叫做risk management 就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现在英语教学就对了 好像大家都要双语哦 哈哈哈哈 没问题 开玩笑的 哈哈哈哈 就是风险管理就是 知道说你现在的状况 跟你懂得技能到哪里 然后在面对未知 极端极限环境的时候 如果你的这些 所有的技能跟知识 know how 如果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 那你就会到下一个level 然后接着风险的问题会不断的扩大 到最后就无法去解决 所以这是第一步的观念 那第二步的话 包含是我们的这个 超轻量的装备打包技巧 对那超轻量的打包技巧 他就必须要懂得很多的一些装备的知识 然后跟他的用途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说 我今天要去爬山 那我有一个50升的一个很大的 这个装备的背包 你们要装什么呢 那我每一个东西都想塞 可是超轻量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装备 很怕要用的时候没有 对 超轻量的意思就是说 超... 每一个装备都有它的用途 嗯 一定用得到 你才带它 对 而且有可能是这个装备可以 呃 一个变成是三样东西 嗯 对 互相去使用 嗯 所以装备就会变得非常轻 然后再来就是说 呃 装备的重量的配置 对 包含是 重的要放在上面 还是要放在下面 嗯 对 什么是快取 然后什么是重装 最后面要臭的东西 哦 这个打包技巧也非常非常重要 对对对对 然后包含在 呃 这几年还有学到 比如说就是 现在也是很幸运的变成是 企业的激励讲师 嗯 所以这几年我也 除了在比赛之外 我要去学习 很多电脑的 所有的 呃 软体啊 嗯 然后去学习编排架构啊 如何去做好一个简报 跟一些说话的一些技巧 对 对 所以这几年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陈恩博让人非常佩服的一个地方哦 他其实非常的怎么讲 勇于的去迎接跟面对这些挑战 不会的东西 欸不要怕就学 是 学起来变成自己的 是 就又多一个技能了 抓起来 对 是这一把抓 抓起来 哈哈哈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你去的比赛通常是基地嘛 基地那通常就是我们讲相对比较原始的一样的环境 嗯 可是其实在比赛的随着当然这个科技的进步 科技又很巧妙的其实也融入到了比赛里面 对 在这种 我讲两个极端嘛 一个是我们甚至你在比赛过程当中 可能这个没有网路 嗯 那我知道现在用卫星啊什么的 网路其实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嗯 只是说大部分在那样的比赛过程中 你也会让自己进入一个我们讲 就是呃 我们讲的无手机无网路 比较进入真的去跟大自然对话这个过程 对不对 对 呃 我觉得那是一种呃 很难得的人生经验 嗯 因为 也他也是有一种魔力 因为当你脱离所有的科技 科技通讯软体之后 你自身在大自然 你才会清楚知道明白说 你跟你自己正在相处 我们现在都被科技绑架的几率比较高 像我自己就是重度使用者 我就是没事好像就得要滑 我很怕我错过了什么 嗯 这个资讯啊或什么的 对 可是你在那样的比赛过程里面 那样才能够真正的跟自己对话嘛 对 我觉得 就是 real life 就是真实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 我们大家慢慢渐渐忘了 就是我们有时候 呃用3C的科技产品 用呃你的眼睛透过各种资讯 带你脑里 但当 你把这东西拿开之后 你看着前面的物体 然后你呼吸 这才是你自己现在当时的当下 而不是呃 太多的这些多余的资讯 嗯 因为 我们真的会忘了真实当下这一分这一秒 我们现在在这里 嗯 这是我们现在真实的人生 嗯 对 那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所以在比赛中 呃 你能够每分每秒清楚的跟你自己一个人去对话 嗯 然后包含是在黑夜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的恐惧 然后你会知道你的勇气 嗯 你也会知道你的脆弱 与坚强 嗯 尤其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有 呃连续 5天8天 一个人不断在往前在拉着雪橇 在很冷的基地 有时候发抖的 对 甚至你会问自己说 你到底在干嘛 嗯 你为什么要继续在这边受这种苦 可是 对 你到底在干嘛 对啊 我到底在干嘛 但我觉得真正最棒的事情是 嗯 嗯 每个晚上你的脚步在雪地中 就踢踢踢踢踢踢 然后每一步的踏实 你都会知道说是未来的真实 嗯 对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 每一次我 很多人都讲说 你好像出国的时候好像 感觉要回家一样 很兴奋 那很开心这样 但我觉得 明明又是一个大家 至少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可怕 或一个大的考验或挑战的感觉 对 对我来说那是 那虽然说是一个很痛苦的比赛 但对我来说 它也是一个重新让心理沉淀的方式 所以鼓励大家 很多跟很多的听众朋友 可以去多接触大自然 或者是安静下来去爬个两天或三天的山 去走一走去践心 那大家就可以慢慢去感受到大自然所带给我们的 跟我们想要去大自然中去接触到什么 嗯 我相信很多朋友知道哦 彦博去参加这些比赛也好 挑战也好 其实呢是没有奖金的 呃他今年在瑞典回来之后 他很兴奋的跟我分享说 那个奖牌有多大多可爱多漂亮 这样子 我相信 嗯 或许有些人不能理解啊 会觉得说你好好的 为什么要跑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或许我们也从陈彦博刚刚的一些 分享跟回答里面 我们稍微的 可以稍微的体会一下 广告之后回到世界一把抓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陈彦博其实出去都拍了一些影片 这些影片他未来要打算怎么使用呢 广告之后回到世界一把抓 抓 等一下十分钟 那回来给你开场 哈哈好难哦 走后段就不会了 糟糕 可以啦 你就抓 好好抓 哈哈哈 可以嘛 让他开场这一段 好好好 那你要听一下这一段 等一下我们是十分钟了这一段 是 十分钟 好的 好来 各位世界一把抓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二次主播陈彦博先生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访问到刚从瑞典回来的陈彦博 我们想要问他在录影这次的所有的 下一次极地影片未来想要干嘛呢 我们有请彦博 诶 呃 其实这一次我很开心就是可以收邀这一次的世界一把抓的这个节目 海伦姐有什么这个特别的问题想问我吗 哈哈哈哈 我在旁边已经笑到不行了 但这个就是陈彦博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 极地超马好手陈彦博 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用双脚去认识全世界的这个过程哦 你有算过你现在到底去过几个国家了吗 哇我还真的没有算过 应该有二十几个以上了吧 只有二十几个哦 我也不知道 好吧你有空去算一算 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彦博的粉丝哦 可以来帮他算一算 那个神秘的行程我们不知道就先跳过 但至少这个公开有去挑战有去比赛的 大家来帮我们算一算陈彦博到底去过哪里 当然从非常早期哦 在这个寻找资源的过程 这一路走来有很多贵人 然后也彦博也经历过很多不同不同的阶段哦 那他当然到后期 我不能说后期因为他现在还在很努力的比赛当中 应该是说到一个阶段开始 彦博就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资源 把这个资源的一部分去 请团队来拍摄影片 那也因为这样子哦 过去我们都认为这种是很孤独 然后他就回来 然后可能提供了我们一些照片 或者是藉由他讲述这个故事 但是那个画面这些东西就是完全的骗不了人 或者是说当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即使我们人没有真正的在现场 但我们多多少少或许可以去揣摩一下那一种心境 那一种低温或那一种炎热 或那一种各种各样的环境哦 墙风啊各种各种的哦 吉地嘛哦很多时候是我们一般人无法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些环境 燕博你开始找人去拍摄影片是什么样的动机 那呃目前这一些影片 你有打算要怎么样去做运用吗 嗯呃会开始记录的原因是因为 呃以前潘教练在训练我们的时候 潘瑞根老师 潘瑞根老师是我的高中的这个教练 那这个教练他就有一台这个单眼相机 然后就拿给我们选手 就说你没有比赛的时候就拿起相机去拍一拍记录这样 然后呃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习惯 那一直到我出国第一次去比赛的时候 是2009年的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比赛 我一到上面的时候我就说哇哇哇哇哇太美了 我真的就是我不可能边跑边把这些地方就是停下一直拍拍拍下来 嗯那我又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发现我是一个很乐于去分享对啊 然后呃后来之后我觉得 诶我要请一个防护员还是要请一个摄影师 嗯后来之后我比较之下 我说也许我可以把这边的记录去留些下来 然后可以去做更多的分享也去鼓励更多的青年学资 嗯所以后来之后就决定把他去记录下来 嗯那以前都还没有想法知道说他该怎么去使用 嗯到很荣幸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有导演黄茂生导演小瓜他爹 嗯那他就呃有拍了记录片的电影 叫做这个出发 run for dream 嗯那这一次又累积了很多的整个呃 加拿大玉空在去年的比赛700公里 不休息的经济横跃赛 对 还有今年的瑞典 所以素材画面现在很多了 呃未来的话在现在正在寻找这个电影的制作发行上 嗯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把它变成一部纪录片出来 再鼓励大家 嗯我们就很想能够看到比如像这一次瑞典 其实也拍摄了我相信这个素材也是一定是 很让大家期待的一些内容 嗯卡刷爆了不少啊好可怕 哈哈哈哈 这确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 陈欣博在这个圆梦的过程或者在挑战的过程 其实呃他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很困难 大概就是直接先搁折或就放弃 但彦博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迎接他 或者是设法去解决他的状态 刚刚其实彦博在回答的时候有谈到啊 他其实很希望可以把这个影片这些呃经历哦 去分享给青年学子 你在这个校园的讲座这件事也持续了非常多年 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分享吗 呃我觉得叫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因为我曾经迷茫到不知道未来在干嘛 直到我的高中的教练潘瑞根老师他带领我 然后教育我让我拿到了第一座的全国冠军之后 然后我就躺在大家何必共同的草皮上 就看到飞机这样砰这样飞过 然后就说未来也如果能够当国手出国去比赛的话多棒啊 希望可以当国手 所以有这种想法在我心中萌芽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觉得说 诶我除了跑步跟去比赛之外 我还可以用着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去做些什么 所以我就开始举办了run for dream的校园讲座的分享计划 那不收任何讲师费用 学校有一些 一个公益性质的讲座 对那有一些学校硬要给我讲师费 我就会问学校说有田径队或一些校队吗 我就捐给他们买一些器材 然后老师有拍些照片给我 然后我们就买跳箱跟药球 其实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 那每一年 我也很感动 谢谢海伦姐 抓 那后来之后 每一年就是都会开放报名 大概会有两百多所学校来报名 那因为时间体力有限 我大概就会抓十所学校 有时候再多加码两所偏乡 那到现在十年过去了 我讲了将近两百多所学校 对就是各个学校都去 然后偏向学校老师学生加起来 不到五十个人的委员区 那在今年呢也会开始 所以大约是五月的时候会开放报名 大概六月会开始 在做我们第十一年的 Rumpo Dream校园讲座抓起来 抓起来真的是 但是这真的很不容易 我的意思是说一件事啊 我们可能做一年做两年 但是要持续年年都做 而且是在自己也相当忙碌的情况下 我觉得彦博在做事越来越多了 除了他自己要持续训练这件事情 身体要维持的好 持续训练这件事情 他也开跑班 对不对 哇这么多的事情 时间管理大师陈彦博 是 所以接下来你的时间要怎么抓 未来的规划要怎么抓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慢慢就 不断学习 不断学习 然后后来猜几件几个观念 就是紧急又重要的 那紧急不重要的 重要不紧急的 不紧急不重要的 然后接着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会先写一个note 就是把我要写的东西 因为大脑很多东西在转 那双子座 比较天马行空一点 想做什么就去做 所以我就会写很多东西下来 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笔记本 一做完之后我就画掉 会蛮有成就感的 应该不是年纪大开始脑雾 对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个现有的 已经拍摄的这个影片的素材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资源 让它成为不管是电影的形式 或是看什么样的形式 让更多的人可以去看到 呃 然后燕博现在目前还有在持续的比赛 而且他也没什么退休的打算嘛 哈哈 继续还要带巴马一起这样子 呃 跑班也继续 讲座也继续 呃 还有什么未来的规划 是目前在你脑海中 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分享 呃 未来话 呃 现在 最主要就是希望开始要去找这个 电影的发行商 是最主要第一个的计划 那第二个呢 是希望我可以在台湾推动 就是Trail Running 就是越野跑 越野跑 对 越野跑 台湾很美 台湾很美 很多山 不管是小百越跟高山啊 大家也在注重山林的一些安全 那越野跑其实是 你要锻炼到身体的一些体力 你就更有这样的安全性 能够上上 能够平安回家 那我现在可以 希望可以去呃 推广越野跑这个活动 那在国际的比赛 每一年成长的人数 每一个国家是爆炸性的成长 那光是 香港的一般的 跑山进的跑友 都可以就是打爆我们台湾所有人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去把 我在国外参赛很多经验 再带回给台湾很多人 那 呃 也想要送几句话给大家 就是 呃 当我们遇到挫折 跟遇到挫败的时候 总是会留下两样东西 第一个是祝福 祝福什么 祝福自己 祝福彼此 未来更好 第二个是聆听 就是listen 呃 去听听自己是不是该停下来 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永远都会这两者东西留下来 嗯 呃 我很喜欢的一个喜剧演员 就是King Carey 金凯瑞 金凯瑞 哇超棒的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听到之后 打到我心里头快哭了 他讲说 呃 Life it doesn't happen for you It's happen to you 翻译一下啊 哦 哈哈 你的人 呃 哇这个 他很文学 这要讲好 海文姐的英文比较好 海文姐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在 这个陈彦博的脸书粉专 让陈彦博来为大家做解答 对 人生不该是 呃 只有这样子让他自然发声 当你心想事成的时候 他就会为你而发声 嗯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能够邀请到陈彦博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他这一路走来用双脚认识全世界的这个过程哦 彦博一直在做的事情是探险是 呃 挑战也是传承还有分享 那未来有机会再来到世界一把抓一起抓起来咯 没问题 谢谢海文姐 世界X所有的听众朋友世界一把抓 大家一起对世界抓抓抓 拜拜 抓 抓 耶呼 哈哈 咯 唃 三架 三枚 四枚 五枚 五枚 一嗯 四枚